来自端传媒编辑部 我是鲁鲁宁慧 这是一期端文的突发新闻 美国前总统 也是今年美国大选 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稍早在宾夕凡尼亚州的 一场竞选集会上遭到了枪击 你可以听到在特朗普演讲的过程当中 忽然响起了枪声 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 特朗普在听到枪声后 第一时间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最新的情况请我的同事 端传媒及时组编辑Eric 进一步介绍 Eric可以跟我们说说 在那个舞台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 Lulu你可以想象 当枪声忽然响起的时候 整个现场的状况非常的混乱 现场的群众也很错愕 特朗普在被保护着 走下舞台的时候 现场一直有尖叫声 特勤人员当时把自己作为人盾 跌在特朗普的四周 护送他下台离去 特朗普在离场时可以看到 他右侧耳朵的位置 及脸上都有血迹 但他仍然高级右手 握拳挥动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 就是在这个时候拍下了 现在广为流传的那张照片 在他慢慢走下舞台的时候 现场的支持群众也开始群情激昂 有目击者告诉CNN 现场非常混乱 那目前伤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枪手本人随后就被 特勤局反击小组的成员 当场击毙了 现场已经有一名参与集会的人死亡 另外有两人重伤 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说 死伤者的身份都已经确认 但是目前没有准备公布他们的名字 不过公布了他们都是成年的男性 目前对这个案件的调查 有怎样的进展吗 美国CBS的消息说 枪手手持步枪 怀疑他是在集会封锁区的 高架结构上进行射击 这个位置大概距离特朗普 有182米 在当地时间 周六晚上接近午夜的时候 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和 联邦调查局举行了联合记者发布会 交代了案情的最新详情 FBI的特工说 这次事件是针对 特朗普的一次暗杀 那FBI已经确认了枪手的名字 他叫Thomas Matthew Crocs 那么枪手呢 今年20岁 他就住在宾夕法尼亚州 根据这个该州选民登记的记录呢 这个枪手已经注册为这个共和党的选民 那2022年枪手才高中毕业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 他在2021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呢 曾经向一个与民主党结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赠了15美金的一笔捐款 FBI目前还在评估他的行凶动机 目前呢 FBI不确认他的行凶动机 事前呢 也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威胁 同时呢 FBI目前也没有完全确认 这是一次孤狼袭击 关于枪击案的更多细节呢 FBI也没有公布 那FBI同时还在记者会上 呼吁所有知道情况的人 向FBI提供线索 Eric 在现场的画面上 我们看到川普是举着拳头走下了舞台的 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特勤局已经确认呢 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 特朗普之后呢 在他自己创立的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自己被子弹击中了右耳上方 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呢 也发出声明 表示特朗普目前没事 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检查 那事件发生六个小时后呢 也就是当地时间 7月14日的凌晨 特朗普就搭专机抵达新泽西州 从社群媒体上发表的影片 可以看到特朗普他自行下机 而他周边的安保呢 明显地加强了 另外呢 原定于下周会在密尔沃基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呢 现在已经确认将会如期举行 那特朗普依然会参加这场会议 并且在这场会议上 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这次枪击是发生在一个 选举集会的场合吗 那民主党方面目前有怎样的回应吗 在枪击案发生后呢 拜奔已经发表声明说 美国绝不容许有这样的政治暴力发生 每个人都必须谴责这种行为 那拜登也在枪击事件后 立刻返回白宫 听取这个执法部门的通报 他也和这个特朗普呢 已经进行了交谈 但是他没有公布这个交谈的内容 那包含副总统贺锦丽 前总统欧巴马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以及密歇根州州长等 这些民主党的重要政治人物 也都发表声明谴责了这次事件 另外呢 拜登竞选团队的一位官员表示 他们会尽快撤下 所有拜登的竞选电视广告 那Eric 目前美国舆论各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这件事情目前呢 还在发酵中 不过已经有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指控 民主党应该要为此负责 那比如说乔治亚州的众议员 也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葛林呢 他就说这个民主党和媒体 应该对今天留下的每一滴血负责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美联社记者拍的那张现场照片 已经在社群媒体上广为流传 美国媒体Politico就认为 这张照片已经产生了政治影响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一些媒体刊出的照片 已经选择了没有美国国企的版本 不过更大的影响应该是关于选举的 Politico的分析就认为 美国人会对特朗普抱持一些老式的同情心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改变投票的意向 对于选举的影响呢 目前还是要继续做一个更长期的观察 谢谢Eric的分享 以上是端文的突发新闻 由陈丽娅制作H.I.编辑 简介于声音设计王博伟 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 支持华文世界 无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 我是林慧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